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葉宇 在這次聯賽當中的幾個精彩的進攻 這次葉宇換了流派 之前他用閃陣泰坦打過聯賽的21星 這次的聯賽他用的部隊配置是超級女巫 這場他帶上了兩個雷電泰坦 還有兩隻超級女巫 從4點的位置下的大守護者進來 這邊跳了一大堆電塔 不過他好像沒有注意到 因為他正在看他的閃電地震要丟哪裡 所以大守護者的無敵是很快的就被逼出來了 有點可惜啊 閃電地震是把大本營旁邊的毒藥塔 X弩炸彈塔 還有一座火塔給帶走了 那因為地震有把大本營給叫起來 所以在這邊用了野蠻人以及野豬 來探一下外側的陷阱之後 就在靠近5點的地方下了工程列列車 準備要來處理這座大本營 大守護者的技能雖然被逼出來了 但是他的重要前戲任務還是必須要完成 要把3點內側的投石機給打掉 所以這裡是有丟了狂暴來保護 剛剛被迫開掉技能的大守護者 雖然他技能被打掉了 不過在這一側 他也幫忙處理掉了很多意外出現的電塔 現在就等他把3點鐘的投石機打掉 4點鐘就趕快下了超級女巫進來了 準備要讓超級女巫拉著大守護者 從3點的這一側慢慢的往上走 另外再靠近1、2點鐘的這一側 則是下了冰人、泰坦、皮卡還有蠻王要來斷邊 女王是跟在冰人的後方 蠻王和皮卡則是準備從12點的缺口走進去 處理掉有火塔的這個區塊 現在援軍被引出來了 看到援軍是冰人以及泰坦 還要同時面對到巨石碑以及防守的神盾勇者 看起來我們的主力部隊會面臨到非常強大的火力 這裡有點可怕 冰人被打爆了之後巨石碑現在是正在打雷電泰坦 這裡下一罐狂暴給我們的主力部隊之後 連我們的大守護者也被巨石碑給秒掉了 這樣不行啊趕快下一罐冰凍動動住對方的巨石碑 然後我們的狂暴超級女巫一下子就打掉了對方的巨石碑 以及防守的神盾勇者 女王沒有如預期的跟上我們的主力部隊 反而是跟著蠻王現在走到了10點鐘的這一側 從側邊下了神盾勇者進來跟他們會合 用超炸開牆了之後9點的這個區塊 應該可以讓這三隻英雄給處理 再回頭來看看我們的主力部隊 超級女巫正在打天鷹火炮 然後後面的天使不斷的幫女巫補血 我們的超級女巫只有兩隻而已 看起來好像有點驚險 但是漸漸的血量就被天使給補回來了 因為9點的區塊已經被打掉了 而且神盾勇者趕到了現場來 把超級女巫前方的防禦建築全部都清乾淨 所以最後兩隻超級女巫都能夠活下來 完成了這場泰坦再加上超級女巫的進攻 非常的帥氣啊 這場的夜宇搭配的是工程列車以及閃電地震 帶了兩個泰坦再加上兩隻超級女巫 我們來看看下一場 這次他帶了三隻超級女巫 而且沒有使用閃電地震了 從靠近12點這一側 下了大守護者進來跟上了天使 外側先用一些小野蠻人探一下有沒有電塔跟陷阱之後 從12點鐘下了工程列印車進來 這場雖然不是搭配閃電地震 但是他一樣是選用了工程列印車 只是這次的工程列印車不是要拿來處理大本營的 看起來是要處理靠近一兩點內側的大守護者雕像 以及多體火塔 現在在10點鐘這邊下了女王進來 8點的位置則是下了蠻王還有雪怪來幫忙斷邊 接著主力部隊就進場了 11點的位置下了三隻女巫把大守護者拉過來 10點跟11點的中間超炸開牆電了冰人 還有雷電泰坦 至於在蠻王的這一側也是用超炸開牆讓他走進去了 蠻王開了技能有機會把眼前的多體火塔處理掉嗎 來看看主力部隊這邊前面下了一個彈跳 準備要導引超級女巫部隊跳到陣型最中間的區塊 也就是有巨石碑所在的這個位置 那要非常小心巨石碑是不是打在我們的超級女巫身上 蠻王這邊雖然是有搭配雷冠冰凍 並且也讓鳳凰把蠻王帶回到場上來 但是因為碰到了骷髏陷阱 所以最後很可惜蠻王還是沒能夠把這個多體火塔給拆掉 現在大守護者開了無敵前方還丟雷冠彈跳 現在所有的主力部隊全部都可以無敵衝到陣型的最中間 哇工程雷電車這邊碰到了一座電塔 電塔直接把雷電車給電爆了好可惜啊 不然這個工程雷電車可能原本還可以砸到天衣火炮的 現在我們看到擋在前方的馬寶骷髏被巨石碑全部都打掉了 所以剛剛選擇下一罐冰凍凍住巨石碑 接下來女王很可惜沒能夠活下來 不過我們的三隻超級女巫都還在 而且後面還有天使在幫他們補血 從大約八點外側下了神鬥勇者進來 把剛剛蠻王沒有處理完的多體火塔給打掉 狂暴的馬寶骷髏以及超級女巫瞬間就開牆過來 把最後一座投石機給打掉真是太帥了 先來看看神盾勇者開了技能之後 應該可以把六點的這個區塊全部都處理完畢 三隻超級女巫目前全部存活 後面還有天使在幫他們補血 這個狀況真的是太完美了 神盾勇者現在把六點的區塊拆光了之後 夜宇的手上還有剩下一些隱形跟冰凍 神盾勇者要往三點的方向去了 手上的這個隱形保護一下神盾勇者 趕快把三點的區塊拆掉 隱形還夠用還有最後一罐 丟下去之後沒問題 可以讓神盾勇者跟其他的超級女巫全部存活下來 一起完成三星進攻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場 最後這場夜宇一樣是帶了一隻雷電泰坦 還有三隻超級女巫 在靠近七點的位置下了大守護者進來 跟上了天使 這個陣型在靠近六點的內側 有天鷹火炮還有巨石碑 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還想說 該不會是要讓大守護者去處理他們吧 這也太辛苦了 大守護者的無敵一定會被逼出來的 不然也要用掉好幾個法術 這個當然不是諺宇他會選擇使用的方式 如果是各位觀眾 你們會用什麼方式來處理六點內側的天鷹火炮 還有巨石碑 是會用工程烈焰車嗎 好像也可以 但是夜宇在這邊使用了另外一個工程武器 他這次用工程飛艇 要直接來處理巨石碑以及天鷹火炮 先從六點的位置下了女王還有超級女巫 把大守護者拉過來之後 直接用球探個陷阱 然後跟了工程飛艇進來 下個冰洞 動住巨石碑 確保飛艇可以飛到目的地 這邊丟了一罐狂暴 飛艇裡面裝著的是火箭氣球冰再加上雪怪 很快的就秒掉了巨石碑 還有天鷹火炮了 現在在三點的外側下了蠻王 還有女巫來斷邊 然後四五點的中間用超炸開牆 準備要讓主力部隊全部走進去 眼前有一個投石機 女王再加上大守護者 很快的就先把它處理掉了 然後這裡連續下了兩罐坦跳 這個路線非常明確了 要讓主力部隊往這個陣型的左手邊 也就是大本營的方向走 靠近右手邊的這座火塔 則是要讓蠻王來處理 現在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 所有的部隊吃到了無敵之後 在陣型中間可以撐非常久 尤其是前排還有冰人太坦 再加上媽寶骷髏 蠻王現在開了技能 把眼前的多體火塔打掉 我們的冰人發揮了作用 動住最後一隻多體火塔 大北營旁邊的狂暴塔啟動了 所以這邊下一罐冰凍 動住狂暴大北營 讓超級女巫跟著女王 一起把大北營給打爆 太帥了 我看到我們有兩隻超級女巫 竟然沒有走到女王的身旁 反而是往12點的區塊跳上去了 現在從側邊下了神隊勇者進來 趕快把這個投石機給處理掉 然後我們來看看剩下的 一隻超級女巫在哪裡 他跟在女王的身旁 不過看起來好像有點危險 天使有在幫他補血嗎 眼前有一個加農炮 把這個加農炮打掉之後 女巫就安全了 而且可以被天使慢慢的 把血量給補回來 這是不是就意味著這場進攻 三隻超級女巫 又要全部都存活了下來 而且不只如此喔 你仔細看看 現在場上有幾位英雄 沒錯啊 四位英雄都還活在場上 神盾勇者還可以開技能 太誇張了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幾場 夜宇所帶來的超級女巫 聯賽進攻 每一場所帶出去的超級女巫 全部都活到最後 拿下三星 你說這是不是太帥了 我看了也好想用看看啊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幾場 聯賽當中所看到的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囉 掰掰